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影片會在每周四進行更新 所以如果你對精品咖啡有興趣,以及對器材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一下訂閱以及小鈴鐺,那就會在每周四收到學長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今天就來的這一套叫做修補的一個冷脆咖啡的系統 其實冷脆咖啡我都沒想到有一個如此合理 然後又真的是設計很巧妙的一個系統概念 因為冷脆其實我以前都覺得單喝或什麼樣 但是其實當我的濃度做到類似濃縮,就是很濃郁的這種濃度的情況之下 它確實是非常合理又有好用,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當溫度有變化 比如熱手,它變冰手中其實很不好處理 因為它會因為吃到冰塊,就把濃度降低,會融水 但是冷脆,冷泡的概念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系統就相當的聰明 那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套,這個部分是我已經做好的 在家裡面,冰箱裡做好的冰濃縮 相當濃的冰濃縮 那如果我們直接想要喝冰拿鐵的話,我們可以直接加 加...這樣,大概是1比2 那如果你想要喝的是冰的美式,一樣可以直接加這個 1比1,1比1,1比2,看你喜歡喝的濃度,加點熱水,把它調成熱美式 當然如果你直接想要單喝,或加加一點點冰塊,你也可以直接... 浪度非常濃厚,其實...對學長來說,這個濃度稍微濃一點,因為它畢竟還是你濃縮的概念 像這個... 浪度就非常舒服,因為像是冰手沖 那修補這個系統呢,其實它就是利用了兩個... 兩個不同的...一樣的結構嘛 但是它就兩個用接力的方式來讓你的濃縮能夠做出來 那怎麼使用呢,就要來教大家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是已經做好的 這一個是還沒有做的 其實這四個全部都是同一個系統 它的蓋子啊,什麼都是兼用的,這真的非常的方便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濃網 假設我們先做一個冷脆 裡面這個濃網也可以放100克的咖啡粉 大約等待一天24小時以後,它就會變成這個狀態 然後這個時候想像,假設這已經做好了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濃網把它拿掉 把咖啡粉倒掉以後呢 把這個,這個是有一個比較好方便倒的口 放回來以後 然後這邊這一罐我就可以拿去飲用對不對 再利用這個濃網進行第二次的萃取 所以兩罐互相接力 只要你一天的飲用量 這個大概有12份左右的濃縮 只要是足夠你使用的話 哇,你會發覺說你會有源源不絕的濃縮冷脆可以喝 其實設計上面是相當簡單 但是其實它背後還是考驗著一些設計參數 需要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是它的濃網 這濃網其實是看起來很簡單的 它其實是個雙層濃網 它外面這一個是一顆一顆的顆粒 這是一個500μ 就是一個單位,500μ的一個濃網 那裡面是一個600μ的一個編織型的濃網 所以這兩個它的孔隙 因為它的編織的方法不同 所以又有點交錯 所以那500-600就可以讓很多的水分子 可以穿過這個濃網 這個濃網裡面跟咖啡粉進行萃取 但是咖啡粉是出不來的 而且很多的細粉也出不來 所以讓你的口感就可以同時保持乾淨 但是因為中間是沒有紙啊 這些的耗材 所以它有很多的油脂 所以這也是這個器材的一大秘密 就是這個厲害的濃網 OK,那我們費到不多說 我們馬上來做一次給大家看看 好,這個是學長剛剛已經磨好的咖啡粉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個套組的部分先把它框上去 然後這個濃網就可以百分之百完整的掛在這個上面 可以看到它是一個懸控的狀態 不會晃動的問題 它的設計就是100克左右 多一點點沒關係 然後用湯匙也好 用什麼容器都行 把這個咖啡粉放進去 120m蠻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它的濃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因為它是1比5耶 已經有一點接近濃縮的濃度了 濃度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差不多了,我用到的 6、7分滿的位置 就是可以再多一點點 如果你想要更濃一點點 你可以再加個10克、20克 是沒問題的 OK 然後這邊完成以後 我們該怎麼做呢 就是準備一個500cc的冷水 然後直接從咖啡粉的中間直接倒下去 好,你就均勻的 你要繞圈圈也可以 其實這個問題都不大 因為它的浸泡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你就只要把水放進去 讓我的粉都有吃到水 它就會慢慢的看到嗎 水會從這個濃網的間隙之間露出來 水已經出現咖啡的顏色了 而咖啡也是不會露出來的 就可以保持你的口感乾淨 所以我們同時間又有進行到萃取 OK,好 現在水已經進去了 然後呢 500cc帶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繼續加水 加到這個MAX的部分 MAX的部分 然後呢 它最終 因為我咖啡粉有大概100克左右 所以它其實冷泡咖啡的咖啡粉滿會吸水的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加到 它讓它慢慢的水從咖啡粉裡面往外流 所以可以多來幾次 這過程大概一分鐘就搞定 然後最後呢 等到MAX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鎖起來 放到冰箱裡面 放大約24個小時 它的結果就會像這樣 濃濃 顏色很省 然後的濃度是非常厚 OK 差不多了 不用再加了 OK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關起來 就行了 那最終 當我把中間這個濾網拿掉以後呢 最終的劑量大約會有500抹 那如果以各位的營用來說的話 一天應該一個家庭是滿夠實用的 所以這個方案其實非常的簡單 那 它的核心關鍵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兩點 一個就是說你的 研磨的粗細 以及你的浸泡時間 那基本上24小時就滿好喝 但如果你想要追求更多的油脂感 喝起來 因為有油脂感 它喝起來會更像濃縮 對不對 我想追求更加濃度的話 也有一些小技巧 可以讓你去做調整 譬如說 剛剛我是不是全部加冷水 是官方建議的做法 那如果你希望 我的濃度再更高一點的話 也可以考慮喔 我剛開始是不是加了100克的咖啡粉 最前面的100ml 你可以加熱水 幾度都沒關係 80度、90度沒關係 加一點熱水 然後放個一分鐘左右 現在我的咖啡粉就會在第一分鐘 用比較高的萃取率進行溶出 就會有更多的香氣 更多油脂被溶出 然後接下來一樣加冷水 這個過程之中 你也可以用一個攪拌棒 比如說一個小湯匙也好 一個長湯匙也好 進去稍微去撈一撈你的咖啡粉 因為其實咖啡粉吃水越透徹 以及有一些外力 可以幫助它的風味釋出更完整 更快速 因為冷泡其實是非常好玩 那萃取完的咖啡呢 剛開始喝的時候 你也可以喝喝看 先單喝 剛萃取完是很適合單喝 那時候整個風味的層次感很好 所以這個時候即使是單喝 你也不會覺得很濃 但是呢 當你覺得萃取完的話 再放到冰箱 放個三個小時、五個小時 那裡面又有一點點反應 它的風味越來越濃郁 它的層次感就不會那麼顯著 然後濃郁感會越來越顯 所以反而是你過濾完以後 過了三、五個小時 甚至過一天都沒關係 它的濃度會不斷的飆高 這個時候更適合用來加水加奶 然後做成特調的方式 這樣你喝起來會更爽快 說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要提到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保鮮罐 這個是它的三粉漆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它這個系統 還同時搭載了這兩個東西 好 這個保鮮罐當然它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的話 就開始把裡面的 多餘的空氣收出來 當到一個平衡壓的時候 裡面的空氣不會進去 它就形成一個保鮮的狀態 後來看一下 現在濃凍已經熄滅 代表說裡面已經吸塵真弓狀態了 那你要使用的話 就是按一下 聽到這個氣放出來的聲音 代表說裡面的真弓狀態已經解除了 就可以打開了 那最後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塞本器 為什麼在這個系統裡面 它有它的功能 需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可以打開這個蓋子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塞網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塞網 然後裡面放豆子以後 咖啡粉以後 然後就這樣子翻過來 這樣塞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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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細的粉墓就會落在我這個 白色蓋子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 這個裡面的咖啡粉 塞過了過塞過的咖啡粉 放到冷添系統裡面來使用 那需要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要使用塞網 那這個官方呢 它承載了兩個塞網 一個是800μ 一個是500μ 一個比較粗一點的塞網 一個是比較細的塞網 所以你很細的粉末就會留在我的蓋子裡面 那再把這個大於800μ 比較粗的粉末 倒到我的冷添系統裡面 將萃取的過程之中 那同時間 因為它本來裡面就有一個500-600μ的塞網 所以等於說是三重過濾 而且呢 其實除了乾淨度以外 就是比較多的細粉 因為其實學長也不知道 你家的磨豆機的等級多好 或是多不好 很難說 呵呵呵呵 因為如果你的磨豆機的等級真的很不好的話 它的細粉量超級多 的情況之下 你的冷添也是會苦澀的 雖然冷添已經算是一個相對來說 很不容易苦澀的系統 所以利用這個塞粉的功能 就可以確定你的苦澀位 可以降到最低最低 甚至不會出現 這個是一個安全機制 但另外一個塞網 是一個500μ的塞網 那官方是說 是建議可以搭配手沖來使用 但其實學長直接跟大家講 我自己的tips 會覺得說 你直接用500的塞網 來做冷添也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 500跟800的塞網 就是如果你有500的塞網 這個玻璃罐裡面 還會留一點點500到800的 比較偏細 但是還是稱不上是極細粉的粉末 就多一點點細粉 那放到冷泡裡面 其實它對你的風味的增加 是有幫助的 而且你仍然是不會有喝到很多的細粉 為什麼 因為它的塞網 就是600跟500的塞網 本身就是已經夠細了 所以也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的風味的表徵會更精彩一點 那如果你有800μ的塞網 大約是小負4的5.5 那小飛馬大概是6.5 那你進到這個冷泡皮裡面 大概要花24小時 濃度會比較夠 那如果你要搭配的是500μ的塞網的話 其實大概會是小負4的4 然後小飛馬的5 那你浸泡時間大概16個小時 就滿好喝的 那24小時就會滿濃的 所以兩個都不錯 那學長是不是覺得 可以用細一點沒關係 反正現在大家的阿密豆瓶子 其實都不差啦 弄懂了以上4個配件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這個系統 就修補這個系統 其實它提供的是一種新的 各位在居家的一些咖啡的平穩的 概念跟方案 它就是以這兩個 這兩個的接力的方式 你就會有源源不絕 一直不斷接力的咖啡可以使用 那同時間這個咖啡它是比較偏濃的 以冷脆濃縮為概念 再去做延伸嘛 就可以做冰咖啡 熱咖啡 冰拿鐵 熱拿鐵 都可以使用 用這樣的概念去滿足各位的咖啡生活 OK 那同時間為了讓大家的 製作品質 以及新鮮度的要求更好的 就搭配了兩個 這個配件的部分 一個是這整個保鮮罐 可以確保你的 豆子 咖啡粉的保鮮程度 以及這個三粉器 還有減少你的細粉問題 以上這個整套系統 希望你覺得還是蠻聰明的 如果你家裡面沒有手抽 也沒有一絲機 但是你仍然想要去享受一個 良好的咖啡品生活 利用冷脆的方式其實挺聰明 而且也挺簡單 沒有什麼失敗率的 如果大家對修補這個冷脆系統興趣的話 目前它是在折折做募資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看看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有問題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